大家好我是小飞 虽然远古公司在50多年的历史场合中 拍摄了几十部奥特曼TV作品 但真正走进国内最火的当所迪迦奥特曼 虽然小飞并不是一个敌催 但迪迦奥特曼也算在小飞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迪迦奥特曼之所以能在国内迅速的走红 并走进几代人的童年 不但因为迪迦有着动人的剧情 里面的OP和ED以及背景音乐也是无比的动听 迪迦也是唯一一部拥有汉语主题曲的奥特曼 很多时候我们看迪迦奥特曼 别人会说多大了还看奥特曼 幼不幼稚啊 但小飞要告诉他们的是 或许你们永远也不会明白 我们看的不仅仅是奥特曼 更多的是我们的童年 我们怀念以前用光盘DVD追迪迦 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说说笑笑 打打唠唠 时刻比划着迪迦变身的样子 虽然迪迦相较于现在的新生代 并不是特效最好的 但是他在我们的心中 就如他的片尾曲名字一样 是我们心中永远的奥特曼 今天小飞就给大家汇编几首 他的音乐片段 让我们一起回味 那回不去的童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阳光 晨过黑夜 黎明悄悄 划过天边 谁的身影 穿梭轮回结 未来的路 就在朝下 不要悲伤 不要害怕 充满信心 期盼着明天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止不见 穿越时空 借鉴全力 我会来到你身边 蔚蓝的心就是 我们不变的守候 期待你永远的奥特曼 Cippo 栞木轮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